各位亲爱的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非常欢迎大家收看老中新闻的电视节目 我是主持Angela 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文区的新闻新事 华人历史学会展开春集纪念碑设计的活动 并且欢迎公众们投票 贯穿东西两岸的北美冀州铁路 于1869年的时候落成 有大约一万两千名的华工 参与了这一项工程 为了纪念这些当年付出艰辛劳动 甚至生命的铁路花工 美国华人历史学会 现在公开征集纪念碑的设计 目前有18名的艺术家参赛 当中至少有5名的华裔 组织者非常欢迎公众们投票 选出您心目中最喜欢的纪念碑的作品 美国华人历史学会赵浩云说 每个人都可以选出5名的艺术家 民众投票活动到2月7号截止 之后评审团会根据民众们的投票结果 选出得分最高的两位参赛者 然后每个人会得到4000元的资助 去制作一个平面或者是立体的艺术作品 最后再从这两件艺术作品中 选出获奖的纪念碑 并且计划于2017年的时候 将这个纪念碑放在北加州 Sierra山区附近的Gildron小镇 这也是当年华工建设铁路的其中一个地方 民众大家可以上网去投票 网址就是www.crw.project.com 大家也可以到美国华人历史学会 亲自去参观这些作品 这些艺术家的作品之后才投票 地址就是在旧金山唐人街 Clay街965号 在这里非常感谢那些曾经为城市建造 而付出劳动的所有工人 向他们表示至今 美国的枪支管理问题 最近特别得到重视 加州众议员邱幸福提出了法案 加强管制大火力的武器 目前的枪支法列有很多漏洞 比如说枪主可以用类似子弹这样的硬物 或者是尖的物品 在数秒钟之内就迅速的更换弹夹 反而AB1663要堵塞这个子弹案件的漏洞 规定半自动的步枪必须是配有固定的弹夹 令枪手发动攻击的时候 会比较难重新上子弹 在早前有枪击案 就是因为凶器经过改装 可以用子弹按钮马上的更换上弹 仅止这一类的枪支 被视为有助于减少大型的枪击案的伤亡人数 希望这一次的枪击法案 可以有效的阻止枪击袭击的案件 好了本期节目就播送到此 喜欢朋友下期同样时间我们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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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